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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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我們來的Joman 大家好我是Joman 厲害厲害 九仰欸 嗨 歡迎回到MRG99 我們收到一個很緊繃的 邀請 YouTuber的Jomaine 邀請我們來玩頂尖隊群 對 然後今天呢 就是我們要跟他們的Model S Plaid 就是目前除了Roster之外 你能買到最高性能版 它算最強油車 然後還有兩台最強油電車 就是SF90嘛 就是大家知道最貴的法拉利 對 和很緊繃 台灣不能領牌的 麥阿倫的Speedtail 三座的那一台 三座 我剛剛看那個車內超壞的 超級帥 好夢幻 好 我們去看一下他們那邊的開箱 9面邀請來兩台非常厲害的車 一台是麥阿倫Speedtail 這台台灣據說三台 歡迎來到就是要對決 今天的題材是緊繃超跑對戰 奢侈稅 哈哈哈哈 就是我的車是他們的奢侈稅 哦 今天來的這兩台也超緊繃的 超緊繃的 一台就是大家知道的法拉利的破千P的SF90 你的力表最貴法律 就除了SP1 SP2啦 市售 對市售來講SF90算最貴 然後還有那個麥阿倫的Speedtail 那這台是不是不是佛待用 這台算是讓你去跑極速 Speedtail 顧名思義 它就是為了極速創造出來的一款車 所以它的它就是適合在那種 德國的無限速衝到 400多這樣 那也是開八字的車 但它好像沒有彈射 因為它可能是比較重速度 極速的部分 所以它不太需要管你彈射 對 車身線條是很特別的 它尾巴是整個拉長延伸下來 它完全都是為了空氣力學 就是高速的空氣力學 對 他們說是這個叫什麼防身嗎 還是什麼的 就是那種動物還是什麼的 那種流體的什麼 可能尾巴還不夠長 但我覺得能在這種場合 看見這樣就很少見 因為基本上它不能領牌嘛 就是只能在封閉的地方 然後有收藏的人 願意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就很好 超感謝 然後它的位置很奇怪哦 它是三座嘛 對 駕駛座在中間 然後後面坐兩個小可愛 你可以帶兩個妹 對 可以帶兩個妹 那個 左腳也可以一個 右腳要開車 今天來的所有車 都是破千匹的車 沒有 我們今天一直沒講到特斯拉 接下來要跟特斯拉 特斯拉 S-PLATE 就是久沒有會開的 對 今天就是要跟它碰02 那其實也就跑看看 我覺得素贏很難說 因為電車真的滿快的 對 但今天身為GTR 代表改裝車界出戰 我會努力 不要罵我 如果輸了 MA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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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現在會輸 我覺得只有一種 或兩種肯 就是 前幾天比賽 輪胎現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 比心比較沒胎了吧 轉邊 快沒胎 但是我 我還是不覺得會輸 我覺得可以長一輪胎 因為其實02 你說長不長 說短也不短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旗子 如果是那個旗子的話 怕殺不下來 這車尾真的超長的耶 超帥的 今天我們穿的衣服啊 阿古的上衣 還有我的褲子 是台中知名 JKS的衣服 對 今天是JKS 斗內 也就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馬雞馬 他強制入 他逼我穿 那種說好啦好啦 算了 都自己的 所以如果對這隻魚很有興趣的 歡迎搜尋JKS JKS粉 打JKS粉 一定很多 太扯 好 謝謝 不用謝謝 他強制入 不用謝謝 邀請我們來的Joman 大家好 我是Joman 厲害厲害 哇 久仰耶 全世界都知道Joman了 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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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會邀請阿古跟阿俊 是因為我這次要拍 PLAY的直線加速賽 對 因為我們上次拍的那個XPLAY 然後就有很多觀眾追我說 你都找一些後續的車 怎麼可能會贏 你一定要找那種 暴改的GTR 然後就開始問車權那種 我大概問了五個人 每個人都跟我說 暴改的GTR 那你就要去找那一台 一台一千匹的啊 然後說哪一台 然後就貼連結給我 就是你們的那一台 就大家都貼一樣 大家都貼到那一台 那現在要怎麼聯繫到車主 我就開始問 先聯絡到阿俊 然後阿俊就說 哇OK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也可以來跑 因為我說實在的話 因為今天這個場地 只能碰02 那02的話 其實我問到很多車是 他覺得02那 偏短啊 偏短啊 然後其實人沒有想輸嘛 然後就說他偏短 那我為什麼要派很貴的車 然後來輸你電車 像那個H2R 我也有問 另外一個問題 來去台灣也只有三台 所以也麻煩 所以後來沒有借到 但我想說 借到你們這台 應該就很代表性 可是我覺得現在 這個也是電車 一直不斷發展 其實他們真的是很厲害 沒有啦 其實輸我不丟臉 那是正常的 還不知道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我會贏 對 說不定阿俊打個哈欠 他就輸了 而且 而且因為我們今天有兩輪 其實第一輪是原廠跑 我還要先跟SF90PK 所以搞不好 SF90都沒贏 所以搞不好跟你PK是SF90 可是看數據應該是 這個還是快的 看數據是啦 但實際上 因為每台車狀況不太一樣 不一定 沒有那麼一定 因為我看國外的數據 跟我自己跑的數據 國外數據還更快一點點 可能我比較胖 應該沒有差到這樣啦 應該沒有差到這樣啦 你們的經驗如果多載一個人 會零四會差幾秒 其實以這種馬力差距很低喔 差距很低喔 馬力越大差距越小 因為特差超重的 差距2.2噸 你們應該只有1.4 1.5嗎 現在大概1.5吧 因為原廠1600多啦 所以你在輕量化100公斤 對 就是把座椅什麼全部都拆掉 對 對 有電嗎 有電 有電 我們現在今天是80%的電燃 OK 我們這邊有行動電源 開玩笑的 插上去 你是在幫行動電源從電 結果在休息 行動電源滿了喔 回家 這個Live四孔 我們都插開 偷偷嗆一下 我這是Phone X-Play 特色很有趣喔 它如果不是Play的版本 大概你電力10幾20% 它就速度變慢 整個都變慢 就算彈色模式也變慢 然後都給你彈 但是Play的 它的設定是燃燒到最後一刻 我記得蹦到時候剩8%電 它還可以彈 還可以彈 還可以彈 它就是燃燒改進 所以Play的也是調教到 對特斯拉 自己原廠來說的緊繃 好變態 那它就是 我就算沒電我也要彈 然後彈一次掉2% 彈一次掉2% 彈我10次掉車 今天緊繃80% 今天緊繃40次 今天還是很謝謝 9man邀請我們來 我們來 我們來 期待下午的精采的過程 對 再見 然後現在他們是 第一輪 Model S Play 對上SF90 我們來看看到底 誰會第一輪先進行 第一輪 結果出入預料 SF90獲勝 我以為Model S Play 對 哇 看來我們油車還是滿強壯的 它算油電 油電還是有試到油 可以 大逆轉 大逆轉 第二趟 第二趟結局大逆轉 9man 好運 SF90 可是我覺得SF90 彈射失敗了 他們那個可能要第三輪了 因為一勝一負 對最後一輪 哇 很快欸 S Play的真的快 那第一輪是沒彈好吧 有可能第一輪它慢攀排出去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目前是Model S Play 兩勝 然後SF90 一勝 再來換改裝車對決 我現在先熱車了 然後等一下應該是我的車隊 R8對Model S 現在開始第二輪 我們汽油車R8 Plus 對阿古的R35 還有Model S Play 三台的BK 我們剛剛有在9man的頻道裡面 裡面做很多詳細的解說 所以有興趣的去9man的頻道再看喔 所以雖然沒有說講的特別細 但是9man的頻道也是很好看 因為它也是很盡力在講解 就是有關車子 然後能夠讓觀眾牽涉一檔 對 主要是9man它的講話口條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 好扯喔 非常舒服 而且它不太冷場喔 很會聊聊天高手 那就等一下他們機器裝一裝 那我們吹熱一下 就開始讓 就開始跑 3 2 1 我幹什麼 不行不行 看一下 這兩條阿古騎寶後的黑線 一路到200公尺阿 輪胎已經完全抓不住了 不過 這樣還是有贏喔 這邊OK 特斯拉OK 3 2 1 2 1 我忘記 我忘記進第一檔 幹 換你走一了 所以你其實準備好了 結果你忘了進檔 對我忘記進檔阿 哈哈哈哈 酒面剛剛發生了一個失誤 他忘記進到檔 所以他的車不會動 我OK了我OK了 2 1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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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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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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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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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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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還有3 2 1 好快 我起步有點完了 後來 阿古的車我們降了鎮壓 可是 賽道的狀況 還有開運的關係 今天我們創造了 三條黑黑的NG 屌嗎 屌嗎 有什麼有 屌不屌 屌屌屌屌 那我們現在就崩完了嘛 其實前面 我們總共你就崩了4-5趟左右 我不得不說 我覺得這個車真的是有點噁心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有輸贏焦慮症的 就是我就會覺得說 我之所以把車改成這樣 我只要車開出來 他媽我就要贏 我感覺出來它是這種國際性 而且我不管我車有多扭或是有多滑 方向板就一直修一直修一直開就對了 但這台車真的有夠快的 它只是還沒換輪胎 然後它還有一個競速套件 但是如果有的話我相信更快 因為其實國外有更快的成績 有 國外零四我看是8.8 8.9 光原廠車這樣就已經很噁心了 很噁心 那如果拆個後座不知道會怎樣 其實輕量化更恐怖耶 今天算是贏的驚喜 贏的驚喜 我已經套腰了 怎麼這樣那麼快 沒有啦好玩就好 我們頻道本來就是好玩就好啦 舒雲真的無所謂了 雖然我這樣講 可是我還是會想要 對 官方說法 他走向那個駕駛座 舒雲無所謂 啊一坐上去之後 我的朋友 幹你也來咩 沒有啦 油門沒有要動手 沒錯沒錯 那今天也很感謝Joman 邀請我們來一起來參加他的企劃 真的非常有趣超棒 然後也感謝長地方 順風飛行俱樂部 這裡真的超棒的 畫面超帥 這樣超帥 阿古說這個畫面太帥了吧 我們婚禮要放一下吧 炫耀一下炫耀一下 然後有一些改裝氣象的部分 你們可以到Joman那邊去看 雖然那個我們這邊 也有 對應該不是 我是說 我是說那個粉絲應該是重疊率 他那邊應該是比較多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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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互相互燦互燦 太謙虛了 真的太謙虛了 好那謝謝Joman 謝謝 謝謝 掰掰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台灣馬力最小的GPC 太好戲了 Eventory 我們試著證明Eventory的效率 十萬塊 划算 划算 划算